这是库里大学剩下的第二场比赛,也是第一次让父母和弟弟享受到了球员家属的贵宾席,不过戴尔似乎已经不在乎了,一所只有1600人自1969年之后就没有在锦标赛上赢过球的小学校,库里想神才,简直难如登天。 上期讲到高中毕业的库里居然遇到了升学难题,从满怀期待到愁容满面,库里在毕业后的两个月里可谓是经历了人间沧桑,一个名满北卡州的超级后卫居然被定成了三星高中生,他没能等到北卡大学杜克大学的邀请函,就算是主动投递都全部石沉大海。 父亲戴尔也等得着急,所以亲自前往母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,想要内推一下自己的儿子,但依旧遭到了无情的拒绝。 加入名校最后的希望,破灭了。 最终走投无路的库里选择了一所三流学校,戴维森学院,这里一共有了1600名学生,没有哪怕一个殖民球星,甚至在锦标赛里已经快40年没赢过球了。 但库里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所学校,大学生涯的辉煌是从首战的下半场开始的。 尽管由于紧张和声色,库里在上半场就送出了八次失误,但经过了中场休息,他就捡回了自己的自信,然后奇迹般的半场砍下32分。 第二场对着密西根大学,父母和弟弟赛斯库里也亲临现场,为库里加油助威。 毫无疑问,这位冷冰冰空荡荡的球场增加了一些人气。 当库里投中全场的第六的三分时,他清晰地听见了父母的呐喊声。 2008年伴随着戴维森学院的观众开始变得人满为患,库里的名字也终于响彻了整个篮球圈。 对阵刚撒加他单场40分,率队赢下69年以来的第一场竞标赛。 两天后,他用30分淘汰了二号种子乔治成。 第三场,一众NBA巨星前来观战,然后他们看见库里用33分轰掉了三号种子威斯康星。 接下来的大三赛季,他又加冕了得分王。 显然在疯狂的两年过后,NBA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ails